这几个就小家算正常人 看他们六年了 我前男友跟佳哥 看了佳哥七年了 我跟佳哥认识 还是通过前男友 某种机缘巧合 你们很了解 你们这种事情 你们怎么都知道 老婆三婚带三个孩子 你们怎么都知道 太八卦了吧 你们 我没流量粉丝很大的 发现了 对 粉丝是真的挺大的 佳哥导演的不错 豆瓣8.8 你们的嘴 真的是 你前男友 请前脚 什么意思 今天黑人没来 就差他 你说黑人是谁 都没见过 都被前妻骗走了 哇 那说明他是个好人啊 他对前妻都这么好 那对他女朋友肯定也很好 对不对 说明他是个好人 黑人一抖音的 前耳朵这个跟他们都不熟 冰冰冰也是苦命人赚钱的父母之病 哇 冰冰是个好人 嗯 一个的粉丝是行的 可以 可以啊 这几个主播在田阳明都是弟弟 当然啦 佳哥是真的是户外直播第一人啊 红冰父母胸还挺惨 哇 真的吗 真的吗 红冰的 冰冰的父母生病了吗 哇 真的 唱着歌 佳哥是户外鼻祖 对的 冰冰很努力 哇 真的是个好人啊 真的是好人 红冰在为我唱情歌 哎 红冰真的是 哇 红冰真的是挺好的嘛 很有孝心啊 我挺喜欢有孝心的人 老板娘是广东不是 我只是香港人 台湾朋友会多一点 我是上海人 佳哥 佳哥已经变得 对 我相信的 我本来没有见识到 就是跟他认识下来 我发现 因为有时候他在我这边玩嘛 经常会有人跑过来说 佳哥 哎 佳哥 我看你直播过来的 就会跟他打招呼 会有 还有人来请他喝酒 冰冰说明是个好人啊 为父母 父母生病了 然后赚钱 挺好的 创歌更有孝心 让父母住车库 前面你们在说车库车库 车库是什么意思啊 佳哥以后还会直播吗 佳哥会啊 老板娘情商很高 也没有啦 只是 比较真实一点 佳哥前面在直播啊 他不是在直播吗 车库 他父母住三万块钱车库 流行住车库 他住车库 那 表面一听车库 好像挺不好的 那可能 有他们各自的原因 我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嘛 可能有他们的原因嘛 我们也不要暂且去评论嘛 可能那个车库很好啊 可能他车库比我家豪华几百倍呢 对不对 还装了个电动马桶 所以所以嘛 应该是皇宫车库 其实呢 我是觉得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好的地方 只是说 因为网上比较 攻击性比较强一点 然后 可能会看到某些片面 每个人都有 都有优点和缺点嘛 我们不要去过度地放大 别人的缺点 大龙没有好的地方 那也不会啦 这么多人骂他有原因 他一定 他可能他的不好的地方 比较多一点 然后 可能民众没有办法去接受他 他就觉得没有 真的没有 有那么差吗 真的是 骂他 全平台没朋友 放大龙 兄弟们都愿意 这么差吗 这我觉得还好 每天真的都有优缺点 我们不要去关注缺点的部分 全是骂他的 谁骂红兵呢 红兵真的不错 但是你看 现在你们也都在夸红兵是吧 刚才我在直播的时候 有人还打电话过来 我刚开播一缓缓 就有一个不知名的 打电话过来说 红兵就骂红兵 我然后就挂掉了 所以 都有好 都有 就像我现在直播 也有人会讨厌我 一样的 远离串 小心开播 如果说串他开播 再说我不好 那就不太好了 动手动脚喜欢 对 动手动脚这个不太好 男人动手动脚不太好 男人打女人 这点是不太好的 这点是 真的是不太好 老板 你知道开 捐场 开捐场是什么意思啊 他回他回他家必说 你绝对说的 开捐场是什么意思啊 不懂 我啊 我没有接电话 他就骂我了吗 不是吧 专门开播讨论我 他开捐场 就是因为我没有接他电话 他开播骂我吗 主题就是骂某个人 就是因为我没有接他电话 然后他开播骂我 真假的 不会了 不会了 他可能就说我 说到我几句 如果是就骂我 我觉得应该不会了 应该不会了 可能他就这样的人 他应该不会这么对我吧 我应该没有得罪他吧 他能骂一夜 你不陪他海底楼生气了 哦 哇 这来故事真多 开捐场是说是 就是因为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来开捐场 然后对于 对于串来说 他的主题就是比较喜欢 吐槽 是这个意思吧 他所有人都骂过 他所有人都骂过 我的妈呀 张大都骂我一个月完了 我不是吧 应该不至于吧 啊 啊 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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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的佳哥 佳哥可以 怎么都没被划 果然是我男生啦 果然是男生 佳哥厉害 小佳的专场也不远了 他应该不会骂佳哥啦 应该不会啦 我相信他全网这么多人 我相信他的脾气很有可能会吐槽骂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骂佳哥 他应该不会骂佳哥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骂佳哥 应该不会 佳哥 佳哥没东西给他骂 他骂佳哥什么呢 他没东西骂啊 今天佳哥 就对他这么好 全场又买单 然后刚才 台面上也聊得很开心啊 他不会骂佳哥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佳哥我还是挺认可这个人的 我还挺喜欢佳哥的 不个局坑他 哇 你们真的是 怎么这么会看呢 怎么这么多故事啊 你们 前小佳专场快来了 上次去和大姐给他花两万 骂到现在 不是吧 不是吧 我现在看弹幕真的 哇 真假的 好啦 我们也不要去搬任别人是非啦 怎么感觉他很像校长王思聪一样 好像个个地方骂似的 嗯 OK OK 这么吓人呢 这么可怕的吗 哇 那如果没有接电话 真的会被他骂 不过没关系 我又不是网络红人 我也只是个素人 骂就骂呗 对吧 我只是个素人 而且我又没做错什么 我只是素人 对哦 怎么给大家从隔壁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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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真的了解他们几个人 怎么没这么多故事 红冰砖智串 冰冰挺好的 我比较喜欢相处起来没有压力的 就舒舒服服的那种 如果什么一直要 就太有压力的我就不喜欢 我比较喜欢成熟的成熟的男人 张大龙在斗鱼 小心串给我打电话 哇 那以后串给我打电话 我是接还是不接 不接被他骂 真为难了 上海这下几个女生都拉黑了 不过这也是川的本事啊 你看他骂名一片 还有这么多人会喜欢 也不能说喜欢 这么多人会看 对吧 这也是有能耐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地方 他可能擅长做坏蛋吧 我问佳哥干嘛呀 真的是 佳哥还管这么多事情 佳哥是人生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红冰在唱歌表白你了 我的妈呀 真的吗 哇 好久没被人表白了 那以后这样 我被大家说的 我更不敢接了 妈就骂呗 反正我是素人 也不是什么网红 我也不要靠这个赚钱 所以妈就骂呗 准确实聊聊天 开开直播 跟大家聊聊天挺开心的 今天让我意外收获 真的好多好多 也让我见识到了 网络力量的强大 是真的强大 接了就代表你给他机会 对 对 不见 你被钱家蒙蔽了 谁他也会被开除 把这个换成酒吧的名字 宣传酒吧 对哦 嗯 是哦 可是这是我的个人号啊 个人 我回头想想吧 对啊 回头我想一下 看怎么弄 以后我是想说 我因为我还有一个会所嘛 所以大家以后 还可以来会所玩一下 嗯 聚录录七六 不是七六五啦 七五八啦 七五八 嗯 对啊 有会所啊 有啊 有啊 你们不要起哄啦 什么唱歌 他就随便唱一下歌而已啦 会所 不过会所那个是会员制的啦 就好像 就不像我酒吧对外的 直播天赋 哪有直播天赋 今天才第二次直播 我今天才知道 刚刚才知道镜头怎么反转 会所正规 当然正规啦 不正规怎么在上海立足 只需求吧 谢谢 让大人哭了 说不相信爱情了 那不去 正规怎么去 哎 你们几个坏蛋 对啊 比较正规啊 就只有真二八经的唱歌吃饭 就跟外面的会所一样啊 没有什么 special地方 直播方面可以问佳哥 嗯 第二次收到嘉年华宝世界 是啊 所以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感谢我的佳哥 然后感谢我的冰冰 谢谢冰冰老板 谢谢 真的 我也没有想到啊 意外 所以说今天是意外的收获嘛 真的是意外的收获 提佳哥能进吗 可以 报佳哥名字 我这边酒水可以免费喝 招人吗 可以去 只要你不怕 你可以来 感谢各位 你不要串过 我都不讲个人卫生 会所有自行短裤嘛 你们真的是不要闹了啦 打着可以啊 可以啊 我本来就喜欢交朋友 可以来玩啊 贬低红冰 结果红冰的 本场消费有钱公司买的 会所可以洗澡吗 哇 你们不要闹了啦 你们 手上很多客气 去销售 经常到这么晚 难得吧 昨天也比较晚 昨天有客人过生日 然后搞到五六点 基本平时吧 平时的话也就 嗯 我也不是天天懒 佳哥懒了我就懒嘛 连麦红冰 怎么连 我也不会 弹幕不能 对冰冰有感觉吗 他好可爱 然后也会逗得很开心 相处无压力 是个好人 不错 你们不要闹了啦 真的是 你们真的是 看笑话 是不是你们 真的 看笑话 不行 事大 cluster 冰冰冰跟串 哪个好 都挺好的呀 都各有特色啊 我说了吗 不过他们都是性情中人 你们是神经,你们真的是 真的是,你们真的是 这边逗我 什么豪车,就普通车,普通车 我去的好人卡嫁给红冰了 今天我跟他才第一次认识 才刚刚第一天认识 好不好 然后你们就乱指鸳鸯 他真的人体也好 刚才真的把我逗得笑死了 太可爱了他 马上说差不多要回家了 因为现在 我在等高价开嘛 我这边南北高价 南北高价风啊 要到五点 差不多了 高价也开了 否则走地面也麻烦 他喝多了 在生狗串狗气 红冰在生串狗气 老板娘你知道CP吗 CP就是 couple谈恋爱的意思 对吧 对啊 你不要乱说 冰冰根本没有说过 你们真的是乱点烟 今天呢我是发现直播的乐趣 如果直播间有这么多的下面的人和我互动聊天 直播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一直以为直播我一直以为直播就是一个人里面讲 现在我发现好像还蛮有趣的 下面这么多人跟你讲话然后给你刷礼物还不错 用户970是红冰小号 用户970是红冰小号他还小号 今天是三大平台梦幻互动 诶对哦 三大平台梦幻互动 我打走红冰只要买这顿衣服 我哪能 哪有时间去搞直播 就是如果哪天我来店里 来店里的话可以播一下 或者说冰冰来晚的话 我也可以来播一下 嗯 两次谈 如果冰冰来的话我一定直播 等两天开播人就少对不对 嗯我会记得的 哇天又亮了 红冰是谁 冰冰晚上唱歌 你们不要乱讲啦 冰冰他根本就没有讲过 你们就黑他吧 体验卡 今晚红冰继续来 可以啊欢迎啊欢迎啊 今晚如果红冰来的话我直播 我开直播 对呀直播没串狗人数不过百 嗯 嗯 你们又在瞎起哄 你们又在瞎什么起哄呀 真的是 你们又瞎起哄 黑人意哭起来 黑容易到底是谁的朋友啊 是那个川的朋友还是 加哥朋友还是红冰的朋友 哦对如果今天红冰来的话 那川会不会又骂又骂我啊 黑不群 详情第三季 黑人意响册 我们又唱歌给我听 他前面唱歌还蛮好听的 一抵一哦同行是冤家 黑人意是百满会的真的 你们是真的了解 你们看了他好多年了吧 这么这么了解 唱什么歌 什么账号 你们都知道 黑人意猛赢八百万八十万分 好了五点了 高价应该打开了 高价应该开了 哎呀 我每天要途经南北高价 然后南北高价 白天嘛这么堵 晚上嘛要封 真的是讨厌 所以这个店应该是 应该已经已经开了 我走地面就麻烦 鸡肉男是我喜欢的类型啊 我喜欢成熟的 然后高一点 今天我没有喝酒哦 今天我没有喝酒 小心被人举报 为什么举报 我没有喝酒啊 一个是谁啊 黑人意 完了 对我喜欢 关键是一定要 这个人要成熟 然后不要像小孩子一样的 我比较喜欢成熟一点 嗯 丑都不要 我颜值空 嗯 我今天到家以后 我等会摆度一下 我看一下 他们三个是 他们两个是什么角色 还有三个黑人意 我看一下 是什么 滴配虎兵 受不了你们 太逗了 好了 五点了 应该南北高架开了 今天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来看我直播 这么给力 这么捧场 收到 加哥 还有 冰冰 还有冰冰老板 非常非常感谢 对我的支持和厚爱 谢谢 谢谢 好了 英文说的好 嗯 我已经在国外的 OK啦 OK啦 谢谢各位 谢谢加哥 谢谢大家